Hello 大家好 我是Ik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你们期待了很久的空瓶剂 这次的空瓶剂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这一两年回国的这一段期间会用完的一些产品 希望能够感兴趣 面膜的话是用完了这两盒还有这一片 其实我中间应该还有用空过很多的面膜 就这种袋装的 但是我可能就扔掉了 这两个面膜在上一个视频我跟大家讲过 主要是针对于你做完美容项目之后 然后帮助你修护它们两个都是医用肤料 如果我自己只能选一个回购的话呢 我会选这个富乐锡的 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蘑菇都非常的薄 然后它的精华液也很多 它修护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这个 吹音的面膜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医用肤料啦 你去用可敷美的也可以啊 你去用其他品牌的我觉得都差不多 这个想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它是DermaFix他们家的胶原蛋白紧贴 大家都知道我是就算是重度颈纹患者了 这个真的贴上去之后 它可以给你现场表演一个什么颈纹消失术 你知道吗 它的膜布是那种胶质的膜布 没有很多的精华液 你把它敷到脖子上之后 你大概要等半个多小时 甚至的可能到一个小时 它等它那个白色的胶质吸收到你的脖子里面 它会慢慢的变得浅浅的透明的一层 我真的很神奇 我第一次敷完的时候 我觉得我干涸的颈部瞬间被滋润了的一感觉 这个产品就是连续敷个三四天你的颈纹 可以暂时性消失的那种 我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舍得用它 除非第二天要参加比较重要的一些见面啊 或者什么 我可能前一天晚上会敷一下它 因为它一贴真的蛮贵的 如果有预算的小板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 卸妆清洁的部分 其实我只用空了这两个 我这次应该会有很多的中小样的产品 一个是我真的在很努力的亲我的囤货 第二个是因为经常是出去出差啊旅行啊 所以带很多中小样 我真的现在对我的囤货有一点点焦虑 你知道吗 就是要一直不停的不停的狂用 Mac 卸妆油 我觉得它这个卸妆油整体的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厚 因为现在特别特别多的卸妆油做的很薄 但它的卸妆力很强 我觉得蛮适合干皮的宝宝去尝试的 Binni Skin家的氨基酸截面 我觉得这个截面超好用 又便宜又淡了 重点 你知道吗 这一支 真的是用了好久好久好久 我觉得它永远都挤不完 它只要一点点 它就可以做好多好多的泡泡 我永远想说 这支什么时候能用完 什么时候能用完 终于终于把它用完了 我觉得这个截面可以升级为家中常备的产品了 保湿喷雾用掉了三支 一个是威诺娜的马齿线保湿喷雾 它整体喷出来一股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 真的是有达到一个舒缓的功效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喷头设计的很奇怪 就是它喷出来之后 它没有办法照顾到整脸 会让我觉得 总是好像感觉要么就是我脸太大了 你知道吧 就只能喷到三分之二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包装设计 真的是要再进步一下 Fresh家的玫瑰水的喷雾 是之前我在机场买的 它这个水本身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公司 它就是一个保湿补水的一个喷雾 这个是水珠太大 它喷出来让人觉得不是很舒适 这个也是不会回购的产品 公认的保湿精华喷雾 这个是我自己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个保湿精华喷雾 但是既然介于某一些原因 我觉得就是不能再给大家推荐了 包括我之后的视频或者空瓶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日系的产品 是因为我自己之前真的买了很多 咱就是说前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还是就是说希望能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使用感受 但是绝对不会给大家再推荐了 包水用完两个中养 一个代科的紫苏水 它的整体的使用感是比较轻薄比较清透的 我觉得是夏天的使用感会比较好一些 Believe的这个炸弹水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就是它是也是比较清透挂的精华水的一个感觉 我其实自己对Believe家的东西一直都是属于那种 好像最近脸很干就有点想去买Believe家的炸弹霜 或者他们家的保湿喷雾这样子 我觉得没有尝试过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 他们家就是保湿的这个功效 真的做的还挺不错的 精华用完了七支 大部分都是中样啦 首先呢是修理可加的一个CEF15毫升的精华 和晚间的这个RBE的正装 加一只小样 这个是老朋友了 大家都会在我视频里面不停不停不停的 看到他们的身影 白天呢这个抗氧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并且它可以有效的帮助你替去控油 晚上的这个RBE精华呢 如果你是熬夜党熬夜新人 你一定要用这个 这个针对于脸部暗沉和泛黄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所以这两个是永远永远都在回购的两个单品 修理可加的色修小羊 这个也是一直在用的 我会经常出门旅行带它 因为如果说偶尔哪里泛红啊 或者是有一点点炎症的情况 你把它涂在脸上 它会给你皮肤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退红的效果 这个产品在我家至少通了得有块食品 西面孔 Vinona的舒缓保湿精华 我自己很爱这个精华 它真的就是搭配Vinona家的特护霜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舒缓的一个效果 尤其是像我这两年可能来回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经常皮肤换一个地方它容易水土不服 我就会用这个 这个它不仅能够给你维稳 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自己特别喜欢 这次双十一 我可能会把它放在我的清单上面 一个VC精华 应该是我之前买什么东西送的 我自己还挺喜欢它的质地 它挤出来是那种褶梨的质地 涂在脸上是哑光控油的一个功效 油皮应该会非常的爱物 我会找一下牌子 然后打在屏幕下方 乳液的部分是用完了这三支 这个是代科价牛油果乳液 都是之前买东西送的 整体使用下来 它的使用感是比较清爽的一个质地 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不太合适了 这两个是威诺娜的特护霜的小样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很喜欢他们家特护霜 手头上面还有囤货 所以这次霜是应该不会在我的回购名单上 如果说皮肤很容易不稳定的小伙伴 可以尝试一下 防晒霜空掉了这两个 这个是IPSA的防晒霜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是我去年的时候 囤了那个IPSA套装 三个正装 然后送了三个这种小样 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 真的很心累 我觉得这种小样唯一的好处 就是它出门携带的时候非常方便 IPSA这个防晒霜整体使用下来 它是很干爽的一个状态 并且你涂到脸上不会拔干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油皮 混油皮的妹子去使用的 威诺娜的清透防晒霜 我觉得它整体还是挺不错的 它很清透 涂起来完全没有负担感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这个我跟它的 不是那么的契合啊 虽然我很喜欢它 但是它偶尔在涂完一整天 大概半下午的时候把它 如果你的皮肤出油的话 它在脸上可能会出现一点点 血血的现象 就搓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并没有那么适合 混油皮或者是油皮的小伙伴 我现在护理的部分 很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这个漱口水 它是酷爽 好来的酷爽漱口水 它这个味道很好闻 就是那种 缤纷果香 然后在嘴巴里不会过分甜 然后也不会过分的薄荷味很重很清爽的感觉 总体竖下来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 会再去回购这个产品 这个也是好来他们家的深道白牙膏 这个牙膏好难用 我当时好像是看到它的一个什么广告 就是说它刷出来之后呢 牙齿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白 深层解决你牙齿泛黄的一个状况 但这个牙膏本身第一它的味道很不好闻 第二它的膏体刷出来让人觉得很难说 好像有那种颗粒感在牙齿里面 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欢这个的 我已经完全换牙膏了 洗发护发产品有这么多 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个老朋友 这个真的是陪伴我很多很多很多年 我的老粉都知道我最爱的产品 Christophe Robin他们家的玫瑰结发膏 洗完非常的蓬松 很适合一年四季使用 而且它的味道就你会沉沦在里面 真的好好闻 然后这个大瓶的 因为我觉得它太好看了 我洗干净之后我买了棉棒放在里面 这样就可以二次利用了 而且它这个盖子拧上之后 你也不会担心灰尘浸到里面 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吧 你就放在床头或者放在卫生间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CR他们家的头皮海盐 这个我只推荐夏天使用了 但是大油头的话你也可以一年四季使用 这个洗完之后很干涩 但是它的这个蓬松效果比这个要好很多 总体来讲在这个品类里面 就是结发膏这个品位里面 我没有发现比它们两个蓬松效果更好的产品 中间有试过很多其他品牌的 我觉得就都一般般 我还是更喜欢这两个 而且它们真的很耐用 你们知道吗 真的很耐用 单斯加的洗发水 这款的味道是玫瑰的味道 然后它洗完整体来说 会让头发变得比较轻盈 比较蓬松一点 也是很多年之前推荐过的一个品牌 我是觉得在它同价位里面一抓一大把 不是什么不可替代的产品 Lelabel和Edition它们那个酒店合作的小样 我之前去住酒店的时候拿走的 一瓶小的 这个好好闻好好用 它是那种乌木玫瑰的感觉 就是木质香料加玫瑰的味道 真的好闻到我头晕 而且它们家产品本身整体喜感就很不错 就是希望以后能够被我遇上 酒店可以卖的大包装 一定会买回来 推荐一个超喜欢的Bumble & Bumble的发油 它是你可以在吹风之前用也可以在整体护发之后用它 它这个喷头喷出来很细 但是它可以覆盖的面积很大 跟刚才给大家说那个威诺娜的喷雾的喷头完全不一样 别看人家这么小一只 喷上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头发变得有光泽 而且感觉被滋润了一样 所以之后应该会去回购他们家大的包装 中月的话用完了这么多 就两大桶 国内的家里现在还有一桶囤货 用完应该就不会再回购了 也是可能因为我这两年回购之后才发现 国内有很多很多新出来的一些好用 并且又便宜的品牌 所以国货真的很优秀 这个是凡士林他们家的一个果酸精华的一个沐浴露 它是我买东西送的吧 它里面是含有果酸神经线还有烟线 是适合粗糙肌肤使用的 但是其实我整体用下来 我没有觉得我的皮肤变得更平滑或怎么样 还是我觉得用磨砂膏这些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平滑我们表皮的这些颗粒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般啦 我觉得真的一般般 这个是Atelier Cologne他们家之前 有那个圣诞礼盒不是吗 然后里面开出来的这种shower gel 它毕竟是一个香氛品牌 所以它整体的食用感包括香味都不会非常的差 他们家我记得整体是做甜橙味做的很不错的一个品牌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的玫瑰庄园的一个蜡烛是9.091味dance 这个也是我去年双十一购物分享的时候 给大家开箱开出来那个让我很震惊满意送你的蜡烛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牌子 一个是它是我很喜欢的博主 第二个呢是他们家的味道只有玫瑰味 就是你怎么买都不会出错 所有的玫瑰味道都非常非常的好闻 我有用过他们家基本上全线的产品买 没有什么采雷的都很好用 而且价格又不是特别的贵 就又良心又好用的国货品牌 Ujico的蓬蓬粉啦 我自己是还挺喜欢这个产品的嘛 但现在也不好再去回购了 所以呢 希望国货品牌能够出更多更好用的 这种蓬蓬粉类的产品 它真的对我这种只容易 由前面这一小撮刘海人 真的还挺好用的 贝林菲的眉笔啦 这个是老朋友了 关注我很久的宝宝们都知道 它的极细眉笔是我 画眉毛必不可少的工具 它画出来整体非常的顺畅 颜色又很多 很适合新手 它是一个双头眉笔 这边还是一个小的眉梳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很自然的眉毛的形状 这个真的是我的爱 LAMARE家的唇膏 又用空了一个 我真的超爱他们家唇膏 我觉得我用下来这么多便宜的唇膏也好 贵价的唇膏也好 我觉得最终我能坚持使用完的 好像就只有LAMARE这一个 跟价格没有任何关系 单纯的就是觉得它的功效是最好 更让我安心的一款产品 无论你之前的嘴巴是有多少死皮 或者怎么样 第二天起来嘴巴绝对是嫩的 就是又饱满又嫩的那种感觉 我爱死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副内容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